嗨 大家好 我是雪雪阿嬤 那有粉丝从去年 一直叫阿嬤包粽子 我就觉得包粽子当然是好啦 就是有一点毛缓啦 但是 因为粉丝一直要求 那阿嬤包的粽子也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家的人喜欢吃简单的料 要跟阿嬤做的也可以 喜欢吃什么料 你们做什么料 阿嬤这边在卤这个猪肉 是夹心肉 所以它比较瘦 卤的方法是跟阿嬤那个控热一样的 但是那个控热是三层的 它有回 要炸 这个你不要炸 就照那个控热那一集配料那样卤 所以要用这个筷子给它车冻 车冻给它有那个蒸汽起来 然后里面这个米要泡六个小时 蒸的时候很快半个小时就好了 计算半个小时 火要开 要有滚喔 你不要没有滚 没有滚 它这个蒸汽上不来 先炒萝卜干 萝卜干要给它炒干喔 我今天的萝卜干是炒多一点 没有包完 这个萝卜干也可以炒菜脯呢 萝卜干也没要泡水喔 泡到拿起来吃 不会咸 才可以拿起来切 用那个水分炒干了 这时候我们要放一点糖 这个两汤匙 你们自己看东西 给它搅拌搅拌 这个菜脯就OK了 先拿起来备用 我们来炒香菇 这个是用猪油 水洗干净 挤好了就放旁边 让它自己软下 不要用水泡 泡了以后就比较不香 我这个这样子干干的 很快就好了 你看这边的卤肉 你看一擦去就好了 我们要把这个香菇 弄过来这边 香菇的也不用倒过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放什么 放胡椒粉喔 黑胡椒比较香 白胡椒比较辣 所以我两种混合在一起 黑白啦 黑白 五香粉 你想要再五香味道多一点 你可以再半匙 没关系 这样 好 放一些红葱丝下去 它才会香 包粽子就是 这个红葱丝最要紧 没有这个红葱丝 它就没有那么香咯 好 我们就给它搅拌搅拌 把盖子盖起来 让它滷一下下 接着 炒这个红葱丝 红葱丝要放一点下去 让它香 炒这个角落搅拌 有汤啊 我们就给它推旁边 这个要炒香菇丁 刚刚那个香菇是要包在里面的 这个是要放外面搅拌 它的饭也要放一点点胡椒粉 一点点 五香粉少洗 因为刚刚那个料里头有了 好 搅拌搅拌 好像是再加一点 再更香 这样子啊 然后猪肉 猪肉跟香菇捞起来 汤要留着 汤汁要搅拌的 所以要放一点点油 不要放太多 那我们刚刚卤肉的这些油 给它倒过来 利用它这样 阿嬷今天煮了六斤的米 水 一杯 两杯 三杯就好了 那这里面我会放一点点盐巴 饭 才会一点点鹰 我会放这样一汤匙 要稍微有一点咸就好了 不能太咸 泥尖好了 这个汤汁也弄好了 把这个料 都给它过来 我就戴这个手套 就这样弄 它也不烫 又快 交叉 然后你这边 搅拌过来 拌过来 像三角形拌过来 这边的手再给它拌过来 三角形就这样 它就是一个三角形 先一点饭下来 这样给它压好 一个洞 那我们是香菇一刀 鱼 猪肉一斤 菜鲍 金钩 花生 有咸鸭蛋 就放咸鸭蛋 这个饭再倒下去 里面就给它压起 这个手套就往来放在这里 这边放在这里 奥卵 给它压下来 好 这边呢 就给它压下去 这样子 有没有 就这样子 然后这一个呢 就往这边来 捏紧 就这样子 这个线 你下面要留长一点 上面短一点 没关系 然后这样子 拉紧 你要拉紧 它这个肉长才会好吃 来 到时候要捏得更漂亮 饭好多 饭好多 就这样 阿嬷肉粽包好了 你们要吃多少 蒸多少 水滚了 那我们盖起来 开小火 让它慢慢蒸 12至15分 15分钟到了 把火关掉 他们就给它拿起来 你看 就这样 就这样 简单 今天的分享 霸掌 台北粽 已经做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 阿嬷做的都是简单的 你们喜欢包什么 就看你们个人 什么东西都可以包 只要可以吃的 通通都可以包 阿嬷在这边提早 你们断乳水健康 我通常以前都做了这个 200多颗 是因为要分享给你们 看说我没有做很多 阿嬷有教你们做那个番茄酱 可以加番茄酱 你要吃几个 蒸几个就好 像现在包好了 你们拿到冷冻去放 拿下来蒸 就是像现包的一样新鲜 你们不要蒸了以后 凉了以后再拿去冰 吃不完拿去冰 然后再拿来蒸 那就不好吃了 阿嬷给你丁灵 订阅先生当早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